苏华改通车之后 初期开放小客车大客车通行 三到六个月后评估开放大货车 人水隧道开放机车通行 全线速线40到60公里 双向单线车道 第一个要面临的挑战 会是大选投票和过年返乡车潮 由于起点在苏澳 不少人担心到时候造成整个市区大阻塞 建议国道5号要延伸做衔接 高工局也启动了评估计划 预计会从白米景观桥与冬奥隧道 北口之间衔接全长7公里 我们的追踪报道 苏澳服务区在2019年底正式营运 作为国务转接苏华改唯一的休息站 国务走到苏澳交流道后 要继续往花莲走 得先进市区绕一圈才能再向苏华改 不少人担心全线通车后 苏澳交通大打劫 国道衔接问题再度被拿出来讨论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从国务的末端 以联络道就是杂道的方式来衔接苏华改 苏华改我们预计是在白米桥跟冬奥隧道之间 选择一个适当的区位 高宫局规划 衔接的区域不会在苏华改的起点 而是在白米高架桥附近找衔接口 虽然绕过了市区但工程难度不小 那边它往南的话会有遇到九谷山 那边也是属于山崩地滑的地质敏感区 那后续我们在会办理线刊 来选定那个适合的路廊 然后也要评估那个 那边都是山区 可能要做一些隧道 长度约七公里 预计经费在一百亿左右 高工局会启动国道基金支持 2020年底会有完整评估报告出炉 但学者认为要不要衔接 还有很大讨论空间 因为苏华改容量比较有限 因为我们很多地方都 只有一个车道的容量单向 所以国武衔接苏华改有好处有坏处 所以这个就建议交通部 可能必须要审慎的评估 除了施工上得以谨慎评估外 另一个问题就是在高速公路和省道 本身的性质差异 大家也可以去想象一下 就是说国武的目前的车道数 那接到苏华改后 双向二车道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这边大概也可以想象 国武基本是双线道 速线最高90公里 而苏华改只有单线道 最高则是60公里 在速度上有一定的落差 给主管机关一段时间去了解 掌握这一段心路的一些特质跟特性 因为从来没有人接触过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营运环境 不管是这种束线上面的处理 是不是要放宽 或者是就是说要不要放机车 我想这部分一定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因为譬如说里面如果塞车了 塞车了以后 里面的一些温度 甚至这种空气品质 机车部分只开放人水隧道 而全线初期开放小客车大客车通行 三到六个月后再评估开放大货车 至于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开放 学者态度保守 公路总局也没把华学斯 我们这个苏华改计划 其实也预留未来提升的一个空间 如果说未来这个相关路段的都改善完成的话 那社会情境也许可的话 也像我们的隧道来讲 长度宽度也跟雪隧的宽度几乎是一样 没有比雪隧窄 所以基本上也为了预留未来 可以提升两车道的一个空间 苏卧改分成三段 苏澳到东澳段是在2018年2月先行通车 而这次通车的南澳到河平段 和河中到大清水段 让原本苏澳到崇德大约要两个半小时 现在只要一个半小时 车程省了一小时 而交通部下一阶段 打算继续改善中间其余三个路段 推出苏华安计划 若能顺利通过环境评估 将预计在未来11年投入约360亿 预计2030年完工 当时大家叫好的这个建设 这个规划 为什么现在大家又觉得不满意了 通车之后会有的困境跟瓶颈 还没看到 就立刻又要另外一个 这些规划 我认为是太快了 就是大家应该谨慎地讨论 环团反对的原因 同样是认为规划过于草率 举出实际的例子 过去像是雪山隧道 当地政府已经有所准备 但却还是轻忽了新建设带来的冲击 没有想到物价会上涨 没有想到人潮会大量地进来 那个进来不是真的当宜兰人 而是那边买一块地盖房子 平常可能在台北或是在新竹工作 所以纵使座的规划跟Ready 他们都不见得有办法招架 然后没有人算到 从来当时没有任何人说 雪座会塞成这个样子 其实苏花改会不会塞车 有数据可以协助判断 根据2018年苏花改A段 苏澳到冬奥开放后的春季调查 平日车流量提升12%左右 假日更有超过4成5的成长 面对民众担心 苏花改到了假日反而成了大型停车场 官方再次强调 苏花改初始规划就是配合铁路发展 不求快也不求量 对于花东的发展 从过去到现在 政府的政策依然是以铁路为主 公路为辅 也是考量到 就是说铁路配合着相关的一些 运输的一些发 就是说服务的话 未来民众不需要去把你自己的车子 开到花东地区去 制造空气污染 制造拥塞 然后制造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 但民众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 毕竟各有所好 只能尽量呼吁运用大中运输 或共乘共运的方式 来解决可能的拥塞问题 雪碎一个方向 比如说南往北的方向 它两个车道 一个小时的容量 大概2200辆 因为它有车间距 相关的一些规定 假如说你都使用 所谓共乘共运的这样的概念 或者你使用大型的 比如说巴士车 一个巴士车上面可以坐40个人的话 你一个小时可以载88000人 但能否让多数民众 选择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到花莲的关键 其实是抵达之后周边转运配套措施 你的客运车开始可以进去 可以在大家进到就是花东地区 然后给大家一个第二的选择 但是到了当地之后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一个 会数的一个系统 它依然没有缴 智慧运输系统还得加快脚步 追向硬体建设 而目前要能舒缓可能出现的塞车桥 只能靠管制措施 整个交控系统耗制的连锁 让民众到这个地方 不光只是塞车 由于在连续嫁人的情况下 而会享受它的安全便利 这就是我们将来期许的目标 原苏花公路和苏花改的衔接处 是最容易塞车的地点 如何分配车流 如何有效的疏导 是主管机关要面临的一大考验 优优独播剧场——